怕香港法治,并要求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 香港会打压法轮功,离香港民怨沸腾 有参与游行的网民强调,这半年来清光会的恶情,香港人已经忍无可忍 他们已经踩了香港人的底线了,他们将中共代入了香港人 用他们来代表了香港人,其实他们是没可能代表香港人 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迟伤成正的 游行人士将从多岛花园出发,将先后大达大理事工会 政府总部和中联办抗议表达诉求 他们在政府总部前,向港府代表迪交事件 而中联办则没有派人出来接信 游行人士此后还到位移铜锣湾,鸿看火车站 以及尖沙坠天气码头的法轮功真相店 声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